大家好我是来自首款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着游戏呢叫做闲置考古学 先评价一下游戏的等级 游戏等级是异形 然后评价一下游戏的一个玩法 游戏的玩法比较简单 左侧第一个呢是升级的可挖掘图块的一个 这个力度 第二个呢是速度 第三个是人远 然后右上角呢是可以去升级 游戏评价给异形 首先评价一下游戏的整体风格 游戏整体风格吵上去呢还算可以啊 这个该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并且也是有一些福利 和我往常的闲置类游戏一样呢也是 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这个看视频啊 多给这个东西啊 这个很正常啊 我现在已经是逐步习惯于这个规则了 这个没办法 这确实是这个毕竟演技也是要恰饭的嘛 所以说也是理解啊 现在呢也是评价一下为什么给了异形啊 首先从五星开始啊 游戏整体的一个玩法的比较简单 然后也没有点击屏幕加速 所以说游戏啊 基本上不可能给到很高的一个星移 扣除异形啊 变成四星 其次呢游戏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游戏环境啊 个人觉得还可以啊 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扣除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项直接扣除散现 游戏在长时间有玩的时候呢 会出现卡顿现象 就比如说 经常会卡住 然后毕竟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弹屏 其次游戏在联网玩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出现 有的时候不会出现 但是啊 在联网的时候明显出现的频率 要比不联网的时候要少上很多 所以说 这么一看 你说这个游戏 它在自身的一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无论是从 闲置的休闲的角度来讲的 还是从它自身的一个玩法来讲的 其实 游戏本身都算是一个 比较中等的一个好游戏 但是从 游戏的这方面来讲的 这个游戏确实烂啊 所以说只给了一个一型 说到这个游戏的名字 考古学 其实现在考古学家 我个人觉得数量不是很多啊 因为 我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考古专业的人 有考古这个专业吗 好像有 就是以后统治这方面的人才 肯定会越来越少 首先第一点啊 现在大家对于专家的一些 就是考古专家的一些话呢 嗤之以鼻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就是大家身边 应该也有这样的朋友 或者是 大家自身也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 考古专家说的一些话呢 就采取一个 不信 然后感觉考古专家在说谎 等等等等 这种想法 呃 其实 这个东西也不赖大家 因为之前出过 很长时间的一些 就是窘事嘛 关于考古学家 经常会说错话 或者是 呃 自身 呃 的一些术语出现了问题 然后或者是自己的判断啊 出现了一些失误 导致被大家 就是改变了大家对于专家 就是考古学专家 这么一个印象 但是其实呢 呃 我个人认为 考古学的一个主要的 对社会最大的一个贡献 是让我们 呃 不应该说 就是从国内来讲的话 就是让中国人更好的 去了解自己的祖先 到底是 呃 创造出如何绚丽的一个文化 然后来激励大家 因为 呃 我们祖先 大家也知道 这个 中国人的这个祖先 我个人觉得 非常的伟大 首先第一点 不怕天然灾害啊 虽然说 呃 经常会 因为天然灾害 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是无论是 呃 大雨至水 还等等世纪 等等世纪吧 也是证明了 我国这个古代 呃 这个人的一个 百折不挠的 这么一个精神 呃 其次呢 就是考古学家 从整个世纪 整个世界的一个意义来讲呢 他 他们本身是揭秘了 人类发展的一个历程 就是无论是 呃 从 按照我们国家来说吧 就是无论是从 远古到现在 还是到任何其他的一些 方位吧 他更多的是 揭露出 呃 我们本身是处在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曾经在我们 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什么 然后人类的组建 是如何生活的 然后人类呢 是如何从 呃 一个比较早期的 这个动物发展成 现在这样的 其实他更多的是 揭秘这些 虽然说可能很多人感觉 呃 揭秘 就是揭秘人类 近 就是发展进场这件事 是生物学家做的 但是你也离不开考古学 因为你在没有考古学基础上 你没办法去提供一个 比较有效的证明 说人类就是从 就比如说 之前说达尔文 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 如果说没有考古学 发现说发现了一个 比较类似于猿猴 比较类似于人类的一个 猿猴的这么一个骨骸 你没办法去证明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要带来游戏呢 叫做闲置考古学 游戏评价呢 大概在一生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是个酷儿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